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大家好 我是沛莉莉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如何訓練狗狗坐下 首先呢我們要知道狗狗是非常愛吃的動物 所以我們訓練牠的時候最好的方法就是利用食物 然後另外我們還要準備一個就是會發出生長的東西 例如說是像是 或者是說有專門給狗狗訓練用的 就是一種像想般的感覺 這個音頻比較不會這麼尖銳 不會太吵 所以呢然後它攜帶方便 產物店一般都有在賣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啊就是可以給狗狗 就是三顆啊或者是五顆 他的零食或者是飼料 然後每給一次的時候呢就用我們的聲音去做連結 每給一顆就看一下 給一顆就看一下 心裡的感覺 一開始的時候呢狗狗或許不知道你在幹嘛 當然囉他聽不懂你在說什麼 所以呢我們一開始可以用我們的手手輕輕的幫助他 例如說當我們要他坐下的時候呢 同時用我們的手手摸摸他的屁股 當他完成了坐下這個動作之後 馬上按下想擺 然後同時給一顆適量 這樣他就會記得 喔原來做了這個動作就會有食物啊 輕輕的幫他壓一下屁股 你坐下 Goodbye Goodbye 坐下 Goodbye 大概五次之後呢 然後你就停止幫助他 然後你就停止幫助他 他就會開始思考 我要怎麼樣才可以得到這個食物呢 好 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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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下 Goodbye 坐下 經過了第一餐的訓練之後 狗狗已經知道了這個遊戲規則 第二餐的時候呢 訓練就會變得非常的容易 只要食量一拿出來 他就會乖乖的坐下囉 真的 然後呢 你當然還是要每次都是反復練習這個動作 之後呢 你可以加入一些新的動作 例如比較簡單呢 像是趴下 坐下 坐下 趴下 enfin 坐下 坐下 thorough 坐下 坐下 你看了 Pull me in your mind 我的分散 爱情离我们并不愿 爱上你原来可以很简单 My flower is blooming in my mind 我的未来 我只需要你的微笑 就可以勇敢 我的花只为你拍 Long you now m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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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